下班時間園謹站在分隔島上操控後製 一名黑衣男子朝他走過來 舉起一隻狼頭猛力一揮 從後方襲擊 宮崎不被園謹整個人往前倒 接著網路中央人車多的地方閃 歹徒這時又舉起手上的鐵錘往前丟 人轉身徒步投逸 園謹奮力追捕 但還是被嫌犯給剖了 自尊記從後方 從後方 偷襲我們的董姓同仁 董姓同仁在負傷之後 還是一樣 沿著民主一路追棄歹徒 提成他所備有的重機車 從那個頂三階 頂三階的方向逃逸 這戶車抵達路人揮手 示意頭部受傷見血的園警 就站在人行道的轉角 緊急被送醫 這起襲警案就發生在高雄三明區 大順路跟民族路口 11號晚間6點多 扼煞持鐵錘攻擊執勤中的園警 之後往北鑽進巷子 起車逃逸 董姓同仁沒有跟人有結怨 那我們現在目前定調的方向 是歹徒 把歹徒隨機來做我們攻擊的動作 現在目前我們不排除 他有任何的一個意圖 38歲的董姓遠景 後腦勺有3到4公分的撕裂傷 幸好沒有傷及要害 縫合之後無大礙 而他說不認識歹徒 也沒跟人結怨 嫌犯穿牛仔褲 黑色上衣是隨機犯案 還是有目的性 就等人落網 TVBS新聞 吳宗勳 高雄報道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開啟小鈴鐺